中国古代战争频发,在古代男性的地位非常高,因为每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都是在他们的手中,他们都是希望占据别人的城市来夺取资源,所以朝廷中也是大量的在征召士兵,一方面来保护自己的国家,另一方面就是用来侵占他国。 古代的士兵们常年都是出征在外,很少有时间去回家,看望自己的家人和妻子的,再有的就是一个军队当中几乎全部都是男性,这是他们的生活,也是变得十分的枯燥无畏,但是国家的需要民会被强行的去当兵,那么想自己的妻子的话,他们应该怎么做呢? 关于这样的问题,朝廷也是想过的,于是他定下了这几种方法,但是最后的办法也是让人难以启齿,第一种办法,就是主要是男性参军的话,是允许带自己的妻子进入营中的,这样一路以来都要带自己的妻子,但是这种方法却很少有人实行的,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妻子在战争中牺牲,第二种方法,因为士兵们不能长期, 都是处于在战争之中,在没有战争的时候,朝廷们会在军营当中设置一个叫做营迹的地方,听名字大家都知道干什么的了,并且这样的方法也是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出现的,都知道唐朝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朝代,当时许多的国家对唐朝都是虎视眈眈,士兵也是常年在外所以朝廷,为了满足这些士兵们所以建设了营迹, 第三个办法,这个办法是非常的诱惑士兵的,在开始战争之前,那些将领们会跟这些士兵们说一番话,他们允许士兵在攻下城池之后会能做任何的事情, 当然了这样的方法也是很多朝代的人都是使用的,因为这不仅能巩固他们的士气,还能给这些士兵们增加福利,但是这种办法,也是苦了城池中的女性了,虽然是一个残忍的办法,但是却是最奏效的一种, 其实古代的士兵们就像现在的军人一样,都是常年出征在外的,很多人都是无法回到自己的家中,所以在古代的时候朝廷定制这样的方法也是很合理, 这不仅会给自己的国家增加利益,也会给这些士兵们非常多的福利,让他们更加的有动力,不过大家认为古代这种方式可行吗?